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北新闻网,我是主播许端毅 淡江大桥经过七次的流标 公路总局也在今天于淡海市民活动中心举办第二场的施工说明会 而现场有许多的民意代表,还有里长前立委吴玉生 还有国民党发言人洪梦凯都到现场来参与 而于慧就带着白布条来现场表达不同的看法 淡江大桥连接淡水与巴黎两端经过七次流标 追加预算放宽公旗之后 在去年终于由工信工程得标 而公路总局也在今天于淡海市民活动中心举办施工说明会 现场许多民意代表里长前立委吴玉生 国民党发言人洪梦凯 还有淡水区渔会都到现场来参与 而渔民代表更高举了白布条 写着户百年渔场求渔民生存等字样来表达意见 公路总局很清楚我了解 不然我来跟我们的区别沟通过 刚好之前有一个公路总局来拜访过一次 可是外面听到的耳语 我们很多里建制代表都问我说 你们区别 大家跟你们区别说好 我说什么 我们来拜访就没来拜访 我们就没沟通 有曼苗 麻災 冬天后麻災 夏天后文革 蛤蟆 还有布拉育 这三点 这三种肥义 渔会表示对于淡水有重大的交通建设 表达支持 但是公路总局在环境影响评估当中 并没有针对渔业来做专业的评估 并且公路总局也没有正式的向渔会来沟通协调 对此渔会更表达不满 此外市议员们也表示淡江大桥建设 有关淡水与巴黎发展 更希望交通部公路总局可以重视渔民的权益 彻底的了解 所以他们在施工期间 他们有在进出的 然后比方说冬天开始曼苗会很多 那这个曼苗你们是怎么样子去评估 它的渔会会不会变少 有了这条淡江大桥 是不是产业的发展可以重新定调 这个新市政的二期 是不是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这些连带的效益 其实呢我们相信市府 不管是中央地方 都有积极的在发展 今天我们在渔会的这些朋友们来这边 但他希望可以争取 他们也担心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个生计 跟他们未来的一个生存跟发展 也希望说公主这边在 跟地方做一个充分的沟通之后 来赶快来加速来进行这个交通建设的一个 这个希望他可以如期的完工 来疏解我们在地的一个交通的困境 不管是北海岸地区或是淡水地区 未来新市政的发展都非常重要 渔会说在淡水河出海口 冬天有曼苗 夏天有文革 议员郑宇恩也希望公路总局 可以以专业来评估对渔业的影响 另外陈伟杰议员也说 淡山大桥可以对整个产业与就业 有更好的发展 另外前立委吴玉生也到现场来关心 并且表达意见 所以其实我很重点地讲 今天淡山大桥已经100年2年以后 就确定要开始实施了 其实这跟渔会之间的沟通 我觉得看板 我说我就是认识看板 你总不能都等到我第三标 流标的七次 第八次得标之后 我才开始要去做沟通 那这样对渔会来讲的话 情何一看 站在淡水沿 站在湖面 他不可能会翻队最大条 绝对不会翻队 但是又影响到他的百年渔场的生计 这一个桥不分党派 不分蓝绿 不分颜色 不分任何我们共同大家都期待 希望说我们今天在镇 无关系说我们的主持 我们的这个工电单位 大家可以有荣幸参与这个工程 就是要帮我们的乡亲 我们的故乡 好好的把这个桥给做好 对我们淡海 我们的后台镇孙 百年的基础 其实这个淡海大厂 真的非常重要 可以早在基础完成 对我们的基础 都是好的 但是又很初心 我们在县惠 在沿井大阁 你们的当心 也是要做 也是要 你们的心相 我们一定会 会靠在什么地方 待会我们的碎片 如果碎片不足的 我们刚才说了 会专门 看一些主要 更简单的 亲自登门 再跟你们做一个说明跟解释 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 现场有许多代表都认为 支持淡江大桥第三标的启动 而公路总局北区林工处长也表示 这座主桥塔高度达211公尺 最大跨距达到450公尺 工程完工后将会是全世界最长组跨距单塔 不对称的斜张桥 也希望充分与地方还有渔民来沟通 同时让工程圆满进行 记者许端一带水采访报道